剛才很多重點Larry有先講過了 那我們把這份講義都輸入一遍 那接下來我有在一個網頁上 有找到人家已經用那個 用Python有實作出他的程式 那我們可能稍微講一個 那大家回去再trace另外兩個這樣子 好 那我們再補充一下Monticarlo Monticarlo就是剛才Larry講的話 一方面你就來算面積算積分 這是最常見的 那大家要知道他的好處 剛才Monticarlo來算他的好處就是 我再重複一下 剛才有講就是積分 一般你如果是積分的話 你是要一條一條每個去把它算出來 那Monticarlo就是用取樣的方式 你就可以去做出來 取樣就是你不必每個點都去算 那另外除了Monticarlo Monticarlo除了用算積分跟面積之外 他還有一個好處是算那個optimization 就是你再算幾大值幾小值 好 不要開 因為那個檔案有點 我滿多檔案 但是現在可能不好看 我剛剛講的 現在假設說你跟剛才一樣 你有一個函式長得很複雜 那我們一般在求極值的時候 一個函式你怎麼去求極值 你就是把它微分等於0 對不對 微分等於0找他的最大最小值 但如果不是呢 那個函數很複雜 你能夠微分的點 有些點甚至不能微分 你像生物什麼protein-coding 那個energy profile非常複雜 那這時候給你一個非常複雜的函數 你怎麼用Monticarlo來找他的幾大幾小值 你就是給了那個函數之後 然後你給一個起始點 好 我們用一尾來講好 我們現在不要講多文 你一個函式給你一個起始點 然後你往左走一步 或往右走一步 那你一定就看到他的函數值是下降 或者是上升 那假設你要找的是最小值 那你當然就是下降 你就沿著一直下降 一直走下去 那個就是所謂gradient的方法 但是這樣子不行對不對 你如果你的策略裡面永遠都只有下降 你很快就卡到local minima 你就沒有辦法爬上來 所以Monticato的好處就是 他跟剛才球面器一樣 他給你一個隨機的東西 你產生一個機率 讓你說那個機率就是跟昨天他們講的一樣 有那個Gibs分佈的方法 你那個會給一個溫度 會給一個能量 你利用他來算機率 那我們不要用那個 我們現在假設比較簡單的 假設你現在 你剛才一樣 往左一步往右一步你去找 如果是下降的 你給他機率0.9 那你上升了給他機率0.1 這樣就是說 你一邊是往下 可是有時候你還會往上爬一下 那這種東西就會讓你爬過那個 爬過 你有辦法再爬過一個高處 再找新的local minima 那這個東西呢 我為什麼講這個東西 當例子 其實是有補檔 但是我現在可能看好了 我們就不要這樣講應該可以清楚 在後面那個Aption degree Aption什麼 Greedy 跟Aption Soft 的地方 他其實有用到這些概念 他在產生 他在某個機率之下 你去產生那個舊的策略 他在某一個機率之下去產生這個策略 所以這樣才有辦法使你找到這個minimum 那我們很快把這個goal solution 現在就是說 蒙利卡羅跟前面一張的好處又不一樣 前面一張那個dynamical programming 他等於是都deterministic了 那蒙利卡羅就是比較像隨機的 那這邊呢 我們就會去估計各種value跟policy 那等一下我們程式碼 就會看到這個部分 那蒙利卡羅就是說 它的是model free 所謂的model 我們等一下休息的時候 後面再放一個影片 放一個比較幽默的影片講解一下 所謂model就是類似dynamical programming 他就是model model就是你對環境知道的很清楚 你已經把它建構出model之後 然後你跟著model來走 那蒙利卡羅不是 蒙利卡羅是你在什麼樣的環境 你就最周遭去測試一下測試一下 然後收集這些值 那你就可以開始做了 他是model free跟simulated 那這個的好處就是說 你不必對全盤了解 因為這個重點非常強 就是像現在說Alpha Goal Alpha Goal取得那麼大的成功 他就model free 那加上一個什麼東西 他根本不必去全盤了解 你只要對周遭的東西去做一下就可以 好 那這個呢 這個就是我們要去學習這個 pi就是policy rx就是我們的step 這個v就是這個value 這個value剛才那個 Larry講的那個例子已經在提過了 first visit 跟every visit 在那邊講過了 那這個就是 這邊every visit 跟first visit 剛才也提過這個例子 那接下來 這個 這底下看不到是 再點兩下是不是 往下 黃掉了 黃掉了 往你掉了 好 要用你的指數 OK OK 那這個演算法的部分 所以sudo code的部分 剛才Larry也提過了 你要去弄這個policy 還有這個value 那個return return你要把它附在 一開始是空的 然後你把它repeat 一直附在它的後面 這些g跟w 剛才的variable也提過 那重點就是說 我們要去弄出一個很好的policy 那各位看這個可能比較抽象 我們等一下在往上這個概念 我們今天可能會是講21點 等一下後面講21點的時候 你就會對這個有比較清楚的概念 比方他的什麼是v 他的step 他的policy是代表什麼 policy就是代表action action就是代表你補或不補 那你的step 你描述一個action action就是兩種 那你的什麼東西 你的描述你的step 描述你的step 你要把哪些東西描述出來 你要自己有哪些牌 你自己牌的點數 你要那個是step的一個變數 再來呢 莊家現一張牌 莊家的牌你也要知道 接下來 那個你自己的牌裡面 有沒有一張sc 因為sc 大家知道那個sc可以算11點 這三個東西就是你的step 然後你從step跟action 他去認出一個最好的policy 好 那再來 這裡就是 這裡要 這裡就是他舉這個例子 我們等一下的call也是用這個例子 那這個玩法應該大家都會 不過他這裡有比較簡略 他的程式碼的部分就是在 你如果一開始發牌 你拿到是10點以下的 他就把它洗掉 重新發 那大家都知道說 那個 還有一個 他這裡reward 前面大概大家都知道了 你的牌加起來是多少 然後你要比莊家還大對不對 你正式的好像有規定莊家要17點 但是他這裡沒有規定 我自己有沒有一張s 這個是很重要的 那reward就是你的關鍵 reward就是你的輸贏 你得1分 你贏的話就是1分 平手 兩家平手的時候就是0 那-1 就是你輸掉這一局 那我們整個要做什麼呢 就是你在某一個 某一局輸贏的時候 那個叫做你reward或者是return 你如果後面講到的是greedy 或者是剛才larity 一個是 那個你等一下再幫我補充一下 我有了忘記 裡面那有空要講那個 exploration 跟exploration 一個就是說你短期的利益 你短期的每一局 一定要贏的這個策略 你那個是greedy 你把所有的資訊都用上去 但是你短期每個都贏的話 你並不是是最好的策略 你要利用這些reward 把它sum起來 利用整個epsel的那個sum起來之後 再調整出一個最佳的策略 policy 那我們也是要說 等一下就是要調出一個最佳的policy 那你看他一開始這個policy 它當然不是最好的 他說我如果是20或21點 那就不補 其他的就補 那你看這個一定死很快的對不對 你拿到18-19點還繼續補 所以他這個不是一個最好的policy 但是是他initial的policy 那你就是根據這個東西來做這樣子 好 這個就是他去畫出來的這個圖 這個正義負義就是剛才的那個reward 這個有沒有s的他各畫出這樣子不同 這個是跑了1萬個epsel 一個這個是跑50萬個epsel 當然是越久你的統計效果顯示的越好這樣子 那從這裡你就可以看出來 他reward的分布是怎樣 那這邊就是我等一下講的那個網頁 大家回去實作一下這個東西 那大概就知道說他是怎麼跑的 等一下他那個三個程式 有一個是expectational 他有一個是policy的 一個是unpolicy的 好 那這個 這個 可能18-19你等一下再幫我補充 就是說在講這個backup的時候 我們Monte Carlo的 我這裡顯得一張 好 再另外一個圖 我現在開可能不懂 大家還記得就是在講那個 Dynamical Programming的時候 他的backup跟這個東西長得不一樣 Dynamical Programming的時候 是所有的東西都要sum到那上面去 你還記不記得那一張 是 就是 對 對 你幫我講一下 我就是想要講說 Dynamical Programming 當然是把每一種都有考慮 那全自圈略等待我們也知道 他需要知道model 然後我們算的方式 就是他是用下一個狀態的 Value function去加回原來reward 好 那這裡大概是一路玩到的 對 這種叫save weight 那一種叫hold weight 就是全幅的 全幅的 對 就是兩位剛才補充 這個有點不一樣 就是說 Evying Dynamical Programming 他是把所有的東西算出來 然後去挑一個分數最高的來執行 對不對 那Mondical好像不是喔 Mondical你是把所有的算出來 他照紀律排下來 就是你分數比較低的 還是有去他執行的紀律這樣子 那個圖大家再回去看那個第四章 我這裡再開檔 等一下又要亂七八糟 那再來這個呢 這個例子稍微講一下就好 可能也不是很重要 他就是說你一個泡那個肥皂泡 黏在這個鐵絲上面 那你要怎樣去算他的這個面積 他利用那個random work的方法 利用Mondical random work的方法 去把他解出來 那這是比較經典的題目 這邊我目前也還沒找到sauce code來解 大家知道就好 因為在這裡也不是很重要 就是你把他那個泡沫放開之後 他利用random work的去找出來的樣子 好 那再來 就是說我們接下來做 這邊剛才Leary都有講過 我們幾個重點在複習 你要去找出他的ActionValue 他這個State 這個Q 他的Reward之後都把他弄回來 那再來有幾個名詞 除了剛才講的 First Visit Every Visit之後 還講到這個 Exploring Start Exploring Start就是說 你每一個State Action的Pair 都有一個Failing的機率 但這好像不是最好的 所以他後面 我這裡如果有誤解在方法分別 他就去講說 你除了你不用Exploring Start的時候 你還可以用Policy跟Policy來做 那就是說這三者 這三者是獨立的這樣子 這邊你們如果比較清楚的 就幫我補充一下 我幫你補充 你回到前三頁好不好 前三頁 這裡 對 第一個他Modecarlo 因為第一個我們Dynamic Program以後 我們考慮到每一種狀況 所以我們在每一種狀況的時候 我們就是挑選那個值可能最大的 所以我們可以產生這個Policy 但是這個Modecarlo有一個問題 就是你是 我只有實際上的Sample而已 假設我現在的Exploring 譬如說我十種 我一開始 其實我Initial的時候 前面每一種都是0 然後我一開始我可能選了五種 五種我產生0.1 或者是多少 我有這個值 你後來你都會再選擇這幾種 你0的你都不會再選到了 因為你的值就是比較小這樣子 那現在是這個問題就是會是一個問題 就是說所以他會有一個 第一個他叫做Exploring Star 就是說我就是要一開始 我要每一種狀況 每一種State Action的Pair我都要有值 都要有機率可以去走到可以去碰到這樣子 對然後他後來說這樣子假設又太強 就是他這樣假設大概想說他怎麼辦 好那沒關係他就是用一個叫做Epsilon Soft來替代 就是說我基本上我都選擇最大值的 但是我有保留某一種機率 譬如說10%的機率 我去選擇我去探索新的 那不是說上次大家不知道是 應該是Richard或哪有舉例子 就是說你跟你的女朋友去吃飯 每次問你你要去哪裡吃飯 你當然把你口袋淹沒這樣最好 因為我們上次吃那家很好吃啊 但是你每一次都選那幾家 那你就慘了對不對 所以你就要保持有 那你每一次都去找新的 那常常碰到地雷這樣也不行 所以基本上你可能80%去找舊的 很好吃的20%我去Explore新的餐廳這樣子 所以你這樣子你就有機會 一方面你可以去Explore 你搞不好碰到一些新的餐廳更好吃的 比你之前吃過更好吃的 你保留這樣的機率 所以大家完美這樣子 所以這就是一個他不要用Explore 他不要讓一開始的機率都 我不要去做這樣的假設 所以我用policy 要是要做Aptron Salt 這種policy的方法 我去把這個Explore新的這個假設把它剃掉 好 謝謝 Larry 補充 那在Aptron這個機率的觀念 就是又跟我剛才講的那個 Optimization的問題一樣 你如果你的所有的機率 你都是往下 跟你一樣你每次都是找最佳失誤 你很快就卡拉包包你根本跨不過去 你要有給他零點機率 往上不是你要的值 但是你偶爾往上爬一下 偶爾往上爬一下 那你就會跨過那個 跨過那個東西 那你就比較容易找到Community 那在這裡21點的例子 他後面會介紹的也是 你不是每一局 每一局都贏 不是你最佳的策略 所以你要調出一個最佳的策略 讓你那個余貨的平均最多 所以你才會贏到贏到最多的錢 然後這邊有一個non-layer的reality 那接下來這個圖剛才David講過了 這個整個重點就是 你一直以valuation這個step 那接下來你要去modify你的這個policy policy improvement 那policy以我們的歷史來講就是剛才說的 你的policy是說你只20跟21點不補 其他都不 那這個你一看就知道不是很好的policy 你大概很快就把你和大家的錢輸光了 那這個 這個我們稍微看一下好了 這個證明 然後回到剛剛那一圓 回到剛剛那一圓 好 來 其實這邊的重點在於model 就是這個是為了要model free 那這個以前我們這邊都是找那個bR 找那個b值的 但是model free因為那個 那個所謂psx plus那個那個 那個就是propority 那就是dynamics 是我們是不知道的 所以我們乾脆就找qs 我覺得這個這個圖的重點是在這裡 就是本來找b值 現在我們乾脆找b值 就把那個b掉了 把那個dynamicsb掉 dynamics就是model 那是我們不知道的 沒有人告訴我們我們找不到 Monticolor裡面是沒有model的 也不是Monticolor 是model free model free 不止是model free 對 就剛才Richard講的 我們後面會提到 等一下那個影片也會提到 很多 有些我們現在就分了兩類 一類是model free 一類是model less 那如果是model free 沒有model的情況 就是用這種來做 這個是他的證明 他的在policy k加1state的時候 他是等於是這個東西去找最大的 他這個東西就是這個最大的 所以他最後就證明出來 他就只能這個v值的 大於這個v值的最大值 他這個也大於這個policy 然後他就要去找出來 這樣就可以去include他的policy這樣子 好 那這個 這個又就是剛才那句話 所以整個重點就是 evaluation跟improvement 要交替的執行這樣子 那exploring stock 這剛才Larry講過了 就是說exploring stock 可能不是一個 可能不是一個最佳的方法 所以後面要加上 後面會變成那個policy的那個 跟男policy的那些來解決這樣子 好 那這個呢 這個我們先看一下 這個書上有 他就利用這些方法去找出來你的policy 在什麼時候的時候 你要stick stick就是不補了 hit就是繼續 他畫出這些圖 你在有A跟沒有A的情況之下 他利用前面的那些方法去 那這邊的call 我先想看 我等一下要show的那三個call 好像沒有畫出這個圖 但是我那天有另外找到一個metallic的call 有metallic的call好像可以產生這邊 但是我今天可能沒有列在裡面 沒關係我再傳到群組裡面去 譬如說這本書很多人去實作他的call 好 那這邊onpolicy onpolicy就是剛才說的 你在更新的時候 你的policy跟sample用的是原來的policy 那ofpolicy就是你在產生的時候 去用到不同的policy 那這個option soft 對 這邊我講錯了 如果幫我補充 那個greedy greedy是soft裡面最好的是不是 option greedy是option soft裡面最好的效果 是這樣子講嗎 就是我剛剛講的就是你 你有1點epsilon epsilon假設是一個小指標是0.1好的 對對對 你0.9都是採取greedy的policy 對 你只有0.1的policy 就是這個epsilon的policy 你random去選擇所有的action 對 這樣子就是epsilon soft 對 就是0.1的機率去找那個比較不好的 才可以跨過它們 對 但是它這兩項 應該就是這個意思的 但是這個sum起來 應該就是這個意思 大家知不知道為什麼一減epsilon 後面要加上那個東西嗎 知道嗎 那因為它是它random嘛 所有的 對對對 OK 好 欸 你說啊 我為什麼加上random 就是它 就最好的那一個 那一個的機率 10個policy裡面也不是最好的 那你random的時候 那個最好的也會是 也會被騙到的 對 對 對 自己人 好 所以可以這樣 好 好 好 這個 這個就是剛才講的 那個lapopazo-shurow-code 是這個樣子的 好 是這個樣子 那這邊就是 剛才Richard 這邊就MondiColor ofpolicy的 不是那個model-based的 model-free的 跟這個model-based的來比 它有哪些好處 它就是說 你直接跟環境的交換 你就可以直接做學習了 你不必去 你不必去把整體建出models出來這樣子 那你也不需要說知道所有的step 這個是比較不會違反這個 MondiColor的property 不過這可能要後面才講到 好 這樣大概沒有問題 我們再看下一張 那ofpolicy就是說 你在產生這些 sample data的時候 用的是跟原來的policy不一樣 那你的policy在更新的時候 你要去再產生新的sample的point來做 這個叫做ofpolicy的東西 後面sauce code也會看到 這裡ofpolicy這邊就需要用到那個 important sampling 就是剛才Larry講的 那important sampling就是 你用剛才那個做積分的方法 你拿來這邊 你才知道說找出來 他這些比較重要的sample 你來把他上起來 是嗎 這裡是比較重要sample 你去把他的return上起來對不對 比較不重要的sample 你就不去上他的return了 不是重...他是sampling 他不是sample重要 或者是他只是說 他只是用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本來是sampling從pi 你現在sampling從mu 或者從b 對 你就換一種方法去做 換一個policy來呈現生號 對對對 他基本上是這樣子的意思 不是說哪一個sample比較重要 哪一個什麼比較不那麼重要 對 這邊就比較速學一點 那就是跟剛才 跟剛才那個Larry講的那個變數是一樣的 這個他剛才有提到一個這個pi 一個這個b 這個就是在這裡用mu 二連兩個的變數是一樣的 就是一個叫target sample 一個叫target policy 一個叫什麼policy behavioral policy 好 這張剛才Larry也講過了 那這裡呢 這裡就是 這是那個書上的另一個例子 他就有一個 但是他這個投影片好像比較長 你如果看到他書上的話 就有一個pi 有一個那個v 跟這個 有這個pi跟v 他要產生的是那個去估計 估計這個vpi 利用important sampling的去把它做出來 然後他的重點是要他去逼近這個e 逼近這個e的值 那然後你可以看到他在 他在epsie比較大的時候 他逐漸逼近這邊 這個例子 這個例子是這個 他就是說他有左右兩個可能這樣子 一個右的就直接到達這個終點 那左的話他就有0.1 0.1 reward到這裡 他這裡的話reward到這裡 所以他的reward值 reward值給的是這裡 那一樣我們就是要用 用各種不同的policy 去算出他這個最大的reward值 這個一樣是21點 他就是說你有用那個 這是差在哪裡呢 就是我剛才講的 你跟剛才那個算積分一樣 你給你隨便一個東西 你去算他的積分 你即使不用important sampling 你還是可以算出值 那只是說他的variance會比較大 in square error 就是他的variance 那你如果有加上weight的話 他這個就比較小 那但是ordinary的呢 在長期以後 在長期以後兩個其實是差不多的 所以就是說 weight只是一開始效能比較好這樣子 那這個of policy of policy的重點跟剛才一樣 我們就是有一個 有一個target的policy 他一個 一個你原先的那個叫做什麼policy 就是你在generate 那個sampling的時候 我們是用不同的policy去做的 好 就這裡啦 target的policy是ready跟deterministic的 但是repevia policy是sold的 是option greedy的 這就是往上一點點 好 我只想要講那個 就是往上一點點 對 就是想要講那個是 這個就不讓我看起來 就寫給everybizic的 對 為什麼這個是一個 對 為什麼 對 我看起來好像每個都 遇到都有在算的感覺 沒有啊 他是從第一次碰到s0以後 把所有到s0開始的trajectory 就是去把他的詞全部 對 因為我看起來他那些q好像都有 他後面經過那些s 對 但是那s0的state他不一定是小s喔 他可能是隨便任何的東西 我感覺是他經過誰 就是說 假如有一個小s 一個s1 一個s1 一個s double 你可能把那個m1例子跟forge 就是弄錯了就是 我給一個例子給你看 就是說 假設我們s0等於小s 這個s1等於 譬如說p pq好了 然後再來有一個st-1也是等於小s 這時候你要怎麼辦呢 第一個把所有的這個值全部加起來 就是這一個 第二個再做一次 從這個全部再加起來 所以這個值基本上要被加兩次 好 譬如說假如是s0跟st-1那個地方 如果都經過s的話 我覺得他這種背後更新不差別的話 會更新兩次 所以比較想fb自己的 只要那個條件a就是pi跟mu沒有脫掉的話 好 那你從背後更新 更新到st-1跟st 如果兩個都有都是s的話 好像對我們他dade兩次了嗎 還是不知道你幾個問題 我覺得 因為第一個 至少書上他有比較清楚的表達 就是他都是用prost visit 但是every visit好像也不是這個樣 他只是說更新 他這邊沒有更新兩次 但是這邊為什麼會有 對不起 其實他這個每一個trade loop 他就是從這邊一直到s0 然後到某個時間 對啊 這只有一次啊 他後面算起來 遇到那個狀態他就這種一次 所以是出現兩次的話 沒有 這跟這裡面他並沒有說 他是這裡面他並沒有講他說 這個s0到底是有重複還是沒有重複 都沒有 他可能通通不一樣 也可能通通一樣喔 對 就是說 對 如果是遇到有兩個一樣的時候 他兩個都會再算一次 他哪裡有 因為他沒有差 他沒有區分說 我到底是第一次遇到還是後來遇到的 他假設就是第一次遇到 就是從s1開始 第一次遇到小s 所以這個就是從這一邊開始 從前面還有東西啊 因為東西我就不關啦 我就care我就是那個小s 這就是會把 從後面推回來 每次遇到那個state 他就把後面的全部拿來update 如果後面遇到一次同一個state 他還是會把後面那一段update 所以他vz到兩次那個同一個state的時候 他都被update 他就變成everyvz 如果firstvz應該是全部跑完後 他應該就只看這個state第一次被vz後面的projector 他update就好了 所以你的意思是這樣嗎 對 我以為是這樣 因為這個原创法看起來就是像這樣 我覺得old policy應該要avvz avvz 因為那個old policy的他那個 他學的是那個behaviorpolicy 對 behaviorpolicy 是從別的地方 是我們去定義他的 就是說 old policy跟behaviorpolicy old policy跟off policy的分別是 old policy就是 你去你有一個pynum就是一去group 然後這個off policy是 可能有一個人類 或是說有其他好的範益已經做好了 那你去學他 那你如果要學他的話 然後應該是everyvz everyvz跟那個on policy 跟old policy是沒有關係 是 就是說 他on policy跟old policy他只是在 就是你剛剛講就是他有一個vz後面有一個對不對 就是說 那重點是他這個update這個policy 他還是依據就是那個 就是那個那個值 就是你怎麼得到這個gt 這個expedition的gt這個值出來算 只是說你這個gt值你在計算的時候 譬如說 假設我舉一個例子 假設我們以這個trangetary而言來講的話 我們去看就是state是小s的話 他一共有碰到三次小s 就是第一次 因為第一次s0在這個地方在這個地方 那他怎麼計算值呢 從這邊看s0這個有值 這個有值 每一個值全部算過一次 小心這個時候這個值已經有被算過第一次了 第二次在算的時候 就是everyvz的第二次在算的時候 他從這邊開始算 再算一次 然後第三次 就是這個trangetary他要被算三次這樣 但是他再算一次 其實以這個計算式來講 他只是從 他只有算一次而已 他只是從這個backroll這樣子算過來 把每一個值算過 他只有算一次而已 他並沒有可以 他這邊並沒有說 你在這個裡面 你到底碰到小s碰到多少次了 因為他以這樣子的寫法裡面 他可能最極端的例子 小s只有一次 或者是每一次都是小s 他那個tran他是有跌代起來的 那個g 哪一個 他變三次 有嗎 哪一個 g g g 對 他是有跌代算起來的嘛 所以他 假如 他是有跌代 他是每一個 他自己是要 update 對 對 但是他每一個 他並不代表說他是因為他是小s 他可能都不是小s啊 就是他 認同的 後續發生的所有事情 對 對 就是說 他從小s開始 他是所有的東西都把它算起來 這才叫做一個trangetary 他沒有算over某個指定的x 他其實遇到什麼就填進去 對對對 那小s遇到兩次 對啊 小s遇到兩次 你可能不是說兩次 不是 這個就是說 假設我們在s1的時候他也是小s 他會定在我算 第一個 我要把這個重力算一次 第二個他就說我要在check 在這個裡面還沒有第二個小s 如果有的話 我還要再從某個點再算一次 懂我意思嗎 我講看看 OK 因為他是從這邊往回算嘛 對 假設在這邊遇到這一次小s 他會把這邊的return全部拿來update他 沒錯 但是他return位置疊代下去 然後再如果又遇到一次小s 這時候這個g已經是這邊所有的return 然後又再update那個小s一次 然後一直到這邊如果還是拿小s 又把所有的return再update他一次 所以他就被後面 他就說follow in的return update 可能剛剛那可以三次這樣子 這應該也可以做的啊 但是這樣子 欸我可以show一下我們剛剛的那個嘛 我把我剛剛的直 那個 那個 不是 我接了在這裡 在這裡 我買了 他也是 我覺得他 他那個 first visit 的目的就是說 你如果說是on policy 你是自己亂死 就是那個agent是自己亂跑的 亂死的 他有可能回圈 他的回圈體制那個都 會會這樣 都要講的那種沒意義的回圈 我弄了every visit 就賣了錢 對你就會一直回圈 可是on policy 你根本是學別人 那個人可能是人類 或者是適應好的範例 那show every visit 也ok 啦 我是這樣理解的 也可以寫生 或者是第一 只是就是那些 親人就丟掉了 你都會買浪費的 因為我來找一個 你剛要按哪一個 show 是嗎 對 沒有你回去 我不用切就直接 這個是這裡的 還是那個要拔掉才 要拔掉 HDMI要拔掉 其實也還好啦 沒關係啦 我就看看可不可以修 我只是想修一下 剛剛的那個 你畫面有切出來嗎 這很好拔啊 畫面是最好拔啊 你如果畫面沒有切出來 Map 直接不是直接插上去 直接就 有了 應該有 應該有 可能要再 ok 我們來看這個例子 我這邊算的是 first visit 即使 或者雖然這邊有經過 A有經過多少次 我們有經過三次 一二三 所以他的值被計算 其實是三次都有被算到 我只要開始 第一次開始A 所有的不管什麼state的值 我都要是算到 這才是叫做一個tragetary 如果是every visit 我要怎麼算呢 除了這個把它加起來以外 我要再做一個2 就是 我要再做一個2-4加4-3 然後再做一個4-3 我光這個sample 我就要被iterate 1-2-3-4 這樣子 對 但是剛剛那個沒有 剛剛那邊其實只有 他從後面算過來 他只有算一次 每一個state 不管他是不是 他都是被算一次而已 看那個小S出現幾次 他就更新了幾次 對 根本沒有 跟小S 他小S是只有在 比如說這個 這個是 Buswick的話 VA其實只會更新一次 在一個tragetary裡面 可是如果是ABBZ的話 他就會更新三次 對 那我例如說 剛剛的那個算盤裡面 他更新了三次 他這個就是 等下他就數回來嘛 對 他從這裡 第一次遇到a 然後就4-3 加4-3 update一次a 然後再走 又遇到a 那加2-4 加4-3 再update a一次 然後再走回來 加3加2-4 加4-3 再update a一次 是這樣是update嗎 對 那那個程式是這樣 但是這樣也不是first visit 也不是every visit 兩個都不是啊 你覺得every visit的順序也不用一定要這樣 這樣 你這個從後面 甚至無聊一點 中間那個再這樣 再這樣 沉寫起來會重複集這樣 他這樣子 你說他OK好 那我大概懂了 OK 好 所以他程式 他這樣有update 三次喔 嗯 因為 他是一步一步 然後走好 譬如說這是 小S的話 他那個Q就會去update小S的Q 所以你只要走到三次小S 他就update三次小S的Q 他大部分會倒的鞋 因為他想要乘那個gamma 然後這樣子乘起來算return 比較自然 就是你不用先知道後面的旨期 然後乘以幾次gamma 你就慢慢疊 待會的gamma回來 算到全面 但是他這邊寫的就是 他不管 如果以這樣講 他不管 因為他的S 他這邊是抽效 他並沒有說 他是不是一定小S 他通通做update的動作啊 他這邊並沒有提到 他是不是是小S 他是每一個timestate 他是每一個都去更新 對 他是每一個都去更新 對 可是如果你碰到小S 他就更新小S的那一個 所以當你三次的小S 他就更新三次小S那一個 好 我們繼續下去 那回去大家再看一下那個code 看人家那個code那邊怎麼寫 我等一下修了他那邊 後面這兩節我們就不講 因為後面這兩節 我看他那個上面也打星號 這個東西好像又是更高階技巧的 我跟Sumble 還是你手嗎 沒有準備好 我講個亂七八 我是覺得還蠻漂亮的 好 那那個你講 就先先負 先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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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 確有影片 你幫我一下 然後我到這個網址 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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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開我的影片 在這邊是這個地盤 沒有他 他沒有update stay 他只是反時加到G裡面去 對 對 就是他Q Q 他說他有Q嗎 他從後面算回來我就真的不懂 他從後面算回來我就真的不懂 前面那個算是從前面算我就 但是他 好 我繼續 好 那我覺得這裡increment的不錯 那尤其是前面的章節後面的章節他他這裡好 好像都有 你看一下那個 reverse 好 你看他這個dp啦 mcmdp啦 policy ground td 下一張要講的這個td都有 那這個這裡呢 我是去跑了三個了 雖然裡面細節我 我還沒有完全trace出來這樣子 他有三個的 他第一個是我們refollow的prediction的 他一個是waiting important sampling 他一個是greedy的 好 那我們來show一個看看 這個顏色還好嗎 這個是我平常都會用的 好 讓他們開牌的 OK 對 對 鼓眼睛 對 這裡啦 好 好 那我們稍微看一下 他這個有用到那個gim gim是那個 我有跟那個swaz討論過 這個好像是專門寫來什麼電動玩具的一些東西 是不是 你也有手 我沒有手 我有手過而已 好 這個gim裡面的library 他這裡裡面有一個blackjack 然後你就把這個blackjack叫出來 他叫出來 這個就是產生一個那個blackjack的那個 那個物件 好 產生物件之後呢 然後他再來就定義 他這裡一開始定義那個random policy 因為這是也是他的initial policy 然後幾個變數 這上面沒有 幾個變數我特別調出來給大家看 這個action action就是說 你可以補kit或stick 你的state呢 state你把它打出來 你把它的state打出來就是 就是剛才上面講的 你自己的點數是21點 專家秀一張8點 那force是你有沒有s 但是這裡為什麼force s1點應該是這個force 好 我有點搞問了 這個照理說你21點應該是 沒關係 回去再查一下他的變數 然後你把它叫出來 這些馬是裡面的一行業 我把它叫出來特別 讓大家看一下這個變數 你這個random policy叫出來呢 你這個random policy一開始就是說 你兩個是一樣的 你補跟不補的機率都是0點5這樣子 他這裡有一段greedy的policy 就是你就對照書上那些去做 based on這個q value 然後你去找他的這個 找他的這個best action 就是剛才lary講 你每次早餐廳都是找這個最好的 你就去把這個最好的找出來 然後他就retend to policy回來 那接下來他下一個函數呢 下一個函數他去跑這個important sampling important sampling 剛才也講了 所以你就比較知道他在做些什麼 然後他去掉這個policy出來 最後去跑 他去跑5萬還是50萬的這個episode 然後就retend 最後就是retend他那個q值 跟你要的policy這樣子 這些 剛才那個geric講的那些事實 你都可以去推照 這裡面有g值 有這個w值 還有這個c 最後retend出來 這個 這個去跑 那你就可以畫出這個v 這三個我都在家裡跑過了 只不過那個 還沒有trace到很細的地方這樣子 大家有空再去把這三個玩一玩這樣子 只不過他那個policy 他那個policy我叫出來的地方 有一個有一個我看不懂 不知道 不知道有一個地方 不知道為什麼跑出負值 不知道在哪一個裡面 好沒關係 然後有幾個東西 有幾個是那個大陸的網頁 他有用一些 這個沒關係這個就不用切了 就不用切了 我們講一下重點就好 這裡有講 比方說這個 exploration跟這個 這兩個詞差在哪裡 exploration跟incoration 每次執行都去找這個greedy的 這個就是exploration 他這個exploration就是找那個難題的 這個是複習一下他的value 這個講義整理還不錯啦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們再看一下 這個onpolicy跟offpolicy 這裡有提到 主要就是 這個書上都有 這個是後面TT的 你可以比較他的演算法 看他retend的像在哪裡不一樣 你這裡可以比較一下 好 我要講是後面 後面留一個人講這句話 我覺得可能是 比較是他的重點 這裡這裡 ofpolicy就是說 你利用 大家看一下 你利用這個new sample without generating new sample 他根據的就是你舊的 舊的sample來做 那onpolicy就是 你每次policy 你每次policy一變更之後 你再去利用新的policy去做 去generate the sample 我覺得這個 大家覺得怎麼樣 好像 怪怪的 怪怪的 是不是 第一個onpolicy他講 aborder to improve without generating new sample from 他是 without 他不是without generating new sample 他說without generating new sample from 就是他是整句 from that policy 他還是要generate new sample 他只是不是generating sample from the policy 就是從舊的 從舊的policy去建 一個就是從新的policy去generate 一個就是從新的policy去generate 不是從mue啦 不是從 不是從拍啦 不是從拍 是從mue啦 對對對 所以他不是說不用新的sample 他還是需要新的sample 只是說這新的sample 不是從拍 是從mue來這樣子 他的英文應該是這樣的意思 所以還是要在新的sample 所以還是要在新的sample 但是不是從拍來 不是從拍來 對 就不用既有的policy 所以看的of policy就是 of policy就是已經有人在教你 對對對 已經有一套完整的那個 有上次 Swasz有舉例啊 他說就是去學別人怎樣 如果機器人學人 那人是拍還是比 就是behavior 人呢 機器人學人 機器人是拍 人是mue 人是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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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你update拍嘛 因為機器人才一句 好好好 然後去一桌拍 OK 人是b 我一直在想 把他想顛倒的時候 一直在那邊卡住 OK好 好 人是b 人是真正的behavior 人是behavior 人是behavior 人是在try的那一個 人應該是環境 做不同的動作 得到更新的參數 給sample的 然後給機器人 好 這張已經沒什麼重要 就是這個剛才講的 你看如果你的energy profile 是這樣複雜的一個3D的東西 對不對 你怎樣利用我剛才上面 蒙蒂卡羅的方法 蒙蒂卡羅的好處就是 你去產生隨機的變數 你用random 他這樣就可以幫你找出來 找出來一個up MLG 那除了蒙蒂卡羅的方法 還有類似的一個叫做 genetic accurate 這個都是除名 處理一些很有名的極質的問題 比方說什麼 TSP啦 traveling salesman 大家應該有蘋果 對 美國多少個城市 那這個行銷商呢 你要找一條最短的路徑 這個都可以用蒙蒂卡羅 或者是用genetic accurate來講 那我們大概講了 那最後我們 我們最後休息一下 就看一下 方法寫一下 我們就要看一下這個 這個下面的網址 上面 上面 上面的youtube 這個五分鐘而已 這個是好玩的 我們看一下 那你 你講 那個 剛那個算式啊 他用背握算回來 但是他有個γ 你變成就是後面的值的 就前面的值呢 γ是要呈現很多次 對前面反的γ就是前面的值反而變小 就是對前面的stay來說 後面的return 會被承諾 對他們的區別 對我們跟return 沒有沒有 那個方法寫一下 對他當時來講 那是很未來的東西 好像不太說 我知道 但是你在計算的時候 你的γ 譬如後面的值的γ是其實只有算 就是只有一個 因為最後倒數第一個 他的γ是只有 只有一次而已 對 但是你第一個你可能γ是被 是n 是n 但是這個是跟我們一開始的 认的東西是相反的 他有一樣是 a加γ 括號b加γ 括號c加點點點 這種事情 所以他就從c 你括號最裡面開始 更新 這個整個是看來 就是我們discount的 我好像是這樣的 這我剛剛也是卡住 然後 因為我們那個例子裡面 他的γ是1 就是那個 我們算那個a加2b-3 那裡面 因為他γ是1 對 所以我們在這邊 我那時候自己是卡住在這邊 可是因為如果我們把 剛剛那個ab的那個例子 如果把γ用0.9 或是其他數值代化 其實是一樣的 就是跟這個是一樣 他也是要乘 就是γ0.9 0.9一直乘上去 但是後面的乘你比較多 不是前面的乘比較多啊 前面因為他認為你最後的g的結果 這個的影響是比較小 所以一直乘一直乘 一直乘 用白板寫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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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你知道嗎 a開始 從a a加4開始 再來一個第一個 就是說 你從前面算 再從後面算 那個γ本來就不一樣啊 對對對 我就是要找a加1的那個 對那個那個 對 其實蠻棒的 對 a加3 a加2 就是b-4 a加4 b-3 我們以這樣出來看 這個γ 它一開始是3 一開始3加 γ乘以2 加γ平方 乘以4 加γ3 乘以4 再加γ4 乘以4 乘以3 對對 我們應該是這樣子嘛 對對對 但是你反後 它是b-word b-word的時候 b-word的時候 一遍 好 不然這個 線上的人 寫 可以斷 我們這樣 好 怎麼沒問題 怎麼有沒有未見 第一道 有啊 是 看哪裡 收了收了 好 那我們放一下 這個是比較輕鬆幽默的 網路上那個比較嚴肅 那個那些錄影 剛才Derry有講 有一個那個 Importive Semple 你那天講得不錯 那個都要很長時間 我們就不放那個 大家回去試試看 我們看一下這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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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強化學習 是一個大家族 發展歷史也會 吳冠章的 一個那些人 做過的 是一個人的 人的 他在這個世界上玩耍 他不理解這個世界 是怎樣構成的 也不理解世界 對於他們的行為 會做出怎樣的反饋 舉個例子 他決定丟一顆原子彈去 真實的世界 結果把自己也炸死了 所有結果都是那麼謙虛 不過如果採取 Mono Best RL 其實能夠通過過往的經驗 先理解真實世界是怎樣的 並建立一個模型 來模擬現實世界的反饋 最後 他不僅可以在現實世界中玩耍 也能在模擬世界中玩耍 這樣就沒有必要去炸真實的世界 連自己都炸死了 他可以像玩遊戲一樣 炸在遊戲中的世界 也保存在自己的小命 那我們就來說說這兩種方式的 強化學習各有哪些方法吧 Model Free的方法很多 像Kyodani、Satsang、Policy Gradients 都是從環境中得到反饋 從而學習 而Model Best RL 就是多了一道工序 為限制世界建模 也可以說他們都是Model Free的強化學習 只是Model Free的主題 這也沒有寫出來 ModelTaro就是那一頁的 他能夠把他們的主題 在現實中玩耍 也能在遊戲中玩耍 而玩耍的方式 都是Model Free中那些玩耍的方式 最終Model Best的還有一大手鍵 是Model Free超級羨慕的 那就是想像力 Model Free的方法 從機器人 是能按部就班 一步一步的等待真實 直接的反饋 再根據反饋 採取下一步的行動 而Model Best的方法 他能通過想像 來預判斷 接下來要發生的所有的情況 然後根據這些想像中的情況 選擇最好的那種 並根據這種情況來 採取下一步的策略 這也就是我一切常常 它跟我們能夠 超越人類的原因 接下來我們再用 另外一種方式 將強迫學習 分為基於概率 和基於價值 基於概率 是強迫學習中 最直接的一種 它能通過感官分析 鎖出的環境 直接鎖出 下一步採取的 各種行動的概率 然後根據概率 採取行動 所以每一種動作 都有可能被選中 只是可能性不同 而基於價值的方法 輸出的就是 所有動作的方法 我們會根據最高 價值的數目的動作 它這邊的就是 哪個搞不然可以 相比基於概率的方法 基於價值的決策部分 更為鐵定 毫不留情 是我選價值最高的 而基於概率的 即使某個動作的概率最高 但還是不一定會選擇到它 我們現在說的動作 都是一個不連續的動作 而對於連續的動作 基於價值的方法 是無能為力的 我們全能用一個概率分布 在連續動作中 選擇特定的動作 這也就是 基於概率的方法 優點之一 那麼這兩位 使用的方法 又有哪些呢 比如基於概率 這邊有Policy Gradients 再基於價值 這邊有Gibland InSasa的 而且我們還能結合 這兩位方法的優勢 創造出更有利的一種方法 叫做Actor Critic Actor會基於概率 做出動作 而 Critic 會對於做出的動作 給出動作的下值 這樣就在原有的Policy Gradients 這個詞我今天好像沒有講到 但是在書上裡面好像很高 江湖學現還能用 另外一種方式分類 回合更新 和單步更新 想讓江湖學習就是在玩遊戲 遊戲中 有開始和結束 回合更新 指的是遊戲開始後 我們先要等待遊戲的結束 然後再終結 這個合合中 所有的轉折點 然後再更新 我們的行為選擇 而單步更新 這次在遊戲進行中的每一步 都在更新 不用等待遊戲的結束 這樣我們就要等 邊玩邊學習了 再來說出方法 Montecolo Learning 和技術版的Policy Gradients 都是個回合更新制 Cue Learning Sasa 神經版的Policy Gradients 都是單步更新制 因為單步更新 更有效率 所以現在它多次方法 都是基於單步更新 比如有了強化區域方法 並不處於回合的問題 這個製品的最後一種分的方法 是在線學習和離線學習 所謂的在線學習 就是指我必須本人在場 並且一定是本人在邊玩邊學習 而離線學習 是你可以選擇自己玩 也可以選擇看著別人玩 通過看著邊玩 來學習別人的行為準則 離線學習同樣是從過往經驗中學習 但是這些過往的經歷 沒有必要是自己的經歷 任何人的經歷都能被學習 或者我也不必要點完邊學習 我可以白天先儲存下來 玩耍時的記憶 等到晚上 就通過離線學習 來學習白天的記憶 那麼每種學習的方法 又有哪些呢 最典型的整理學習方法 就是殺散 還有一種優化殺散傳法 如果真的是這樣子強 它看起來這樣 差了死一掉 後來人也根據離線學習的俗信 開發了更強大的算法 比如讓計算機學這款電動的 DeepQ.org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 有關於莫凡牌神的教學內容 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或者是搜索莫凡牌神的關鍵字 訪問我的多人教學網站 至於大家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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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拍過來了